难道现在孩子爱打王者就真的低人一等 没有一点前途了吗 未必如此 我们人生导师兼教育局局长迈克阿姨 已经站出来表示 爱玩王者的孩子是抱有前途的 而且我们每个分路的不同优点也被他脱口而出 首先是对抗路玩家 连打游戏都在刷视频 以后肯定是短视频界的顶级运营 第一爱玩对抗路的孩子爱刷视频 以后肯定是短视频运营 紧接着是喜欢玩打野的玩家 不仅喜欢套公式 也怪的资源也能做到合理分配 以后肯定是个数学家的料 第二爱玩打野的孩子爱套公式 机缘给你算的明明白白 以后肯定是个数学家 然后是爱玩发育录的玩家 他们喜欢刷经济 有时候打野刷了一整局也 抓了一整局人都可能不如射手经济高 这就说明爱玩发育录的玩家 以后不用上班都能把经济搞起来 第三爱玩发育录的孩子 兵线经济高 有时候打野刷了一整局的野 抓了一整局的人都没有发育录经济高 这就说明玩发育录的孩子 以后都不用上班都能赚钱 喜欢玩中单的孩子 大局关强 支援速度也快 以后肯定是个警察局长 第三爱玩中路的孩子 大局关强 机缘速度快 以后肯定是个警察局长 最后是爱玩辅助的孩子 应付玩家有力量 让人安全感满满以后肯定是个保镖 第五爱玩远福的孩子 安全感满满以后肯定是个保镖 软辅玩家有爱心 能给队友治疗以后肯定是个护士 而爱玩远福的孩子 能给队友治疗和保护 以后肯定是个护士 果然人生导师说的话 就是不一样 建议大家都让自己家的孩子来学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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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量 地区